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乌鞋 今天我是一只小蜜蜂呀 我本来是养荒人用来采蜜的 可 可 可是这小子就因为我长得小 居然把我困进了玻璃瓶里 目的是要把我送给博士做研究呀 好在此时出现了一位正义爆棚的小哥哥 徒手捏爆了玻璃瓶 解救了我 我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逃走了 回到花丛的我感觉自己实在是太渺小了 所以我决定要抓紧变强大才行呀 这样我才不会被其他的虫子吃掉 更不会被养荒人欺负呀 为了变到 我可谓是煽费苦心的 起初的我只能靠偷吃花蜜来进行进化 同时还需要躲避那些大蜜蜂 还有黑色的小虫子 因为一旦被他们发现 我偷吃他们的食物 他们就会把我一口咔碰碎了呀 好在其实的我并没有被他们发现 经过了一顿胡植海河 我已经长大一圈了呀 哎呀 黑色的小虫子现在看到我 居然表现出慌张的小眼神了 别看了 认命吧 能成为本蜂王肚中的美食 那是你们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呀 我突然发现这些虫子好难吃 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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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去天上吃这些 飞来飞去的小鸟吧 还是鸟肉比较有营养呀 不过吃太多了也会油腻呀 好在这边有颗苹果树 油腻了可以吃几颗苹果 好不美财呀 吃完了一定数量的小鸟后 我现在和老鹰一样大了 终于可以吃这些 在我面前飞来飞去的飞行器了 我说这些人类也太无聊了吧 弄这么多台飞行器在天空干啥呢 我全给你嘎绑碎了 哎呀 这不是把我关起来的养蜂人吗 你们说我要不要过去 一口把他给吃了呢 考虑了一番我还是觉得算了吧 现在的我还是太小了 万一被养蜂人一巴掌拍死 可就不好受了 我还是老生的 多吃点东西发育吧 经过了一顿狐吃海河狼吞虎夜 现在的我已经跟草原的狮子一样 大了 嘿嘿嘿 养蜂人 你想往哪儿跑啊 你不要过来啊 蜂王爸爸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愿意拿一车的蜂蜜做交换 呦呦呦呦呦呦 你小子竟然拿我自己产的蜂蜜做交换 挺会玩的 你还是乖乖进我肚子里的吧 哈哈哈哈 哎呦呸 人类居然拍来了直升机 看我再发一会儿 把你们都嘎绷碎了 哈哈哈哈 滴子 鯉烈 伫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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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